當我知道這個彩蛋的時候 其實我很喜歡這樣子的風格 然後我覺得我這次能夠穿這個品牌衣服 我超興奮 平常會穿比較保守然後可愛又簡單 因為就是比較少花時間在那個衣服的穿著上 我覺得我最需要被改造的地方 大概就是全身吧 如果今天有機會來改造我全身的氣質的話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件非常神奇 而且很值得去改造的事情 我最想嘗試卻一直不敢嘗試的風格 是屬於比較帥氣然後還有性感那方面的 因為我平常的穿著不會接觸到那一種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種改造 所以我之前從來沒有嘗試過改變自己的風格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可以再多做一些改變 就是變化以後多嘗試各種的風格 然後讓自己有更多的變化 大概是衣服吧 因為我經過這次的搭配 那多層次的穿搭之後 讓我知道其實原來長版可以這樣子穿 所以我覺得 對於這次的穿搭我覺得蠻喜歡的 參加直播之後 因為我們這個比賽嘛 校園比賽 它持續一個月 藉由這次的比賽 我希望能夠每天都更進步一點 比自己昨天還好 然後就可以越來越進步 然後變成大家更喜歡的樣子 我未來的齊舉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現在本身是樂團主唱 那我希望 接下來我的樂團的音樂工作的部分 可以繼續發展下去 然後有更多更多的後續 那當然我希望有一天我創作的音樂 因為可以有被更多人聽到 然後甚至我們樂團的歌 可以讓更多人喜歡這樣子